中国欧盟商会 星期二在北京发表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5-2016 据称欧盟企业在华收益 连续三年低过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收益 欧盟商会说 中国央行连续下调利率 股市大幅动荡 都使得欧盟企业对中国是否具备实现 预期增长目标的能力产生异类 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 中国市场改革总体进展缓慢 而且存在改革与封闭并存的政策走向 因此他担心中国的改革步伐已经减弱 伍德克说 中国领导曾面临成功缓和经济 长期放缓负面影响的巨大挑战 欧盟企业希望看到中国各级政府 表现出足够勇气 大胆推动改革进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